你看畫畫面的大具有多帥 哇,像一閃這樣閃過去 有沒有覺得很霸氣,然後他就死掉了 然後他就死掉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已經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們請到了我們的液體精女王薩嫂 再來幫我們用16個衝一次黑鷹 那上次的影片大家應該知道吧 我剩下背包而已 所以... 壓力好大喔 壓力很大喔 你看我們只剩這個啦 我們只剩這個黑鷹掛仔 我真的覺得你的流派非常有用 就是按下去之後嘛對不對 什麼都不要想,就是直接SKID 然後我們就什麼都不要想 好OK,那我們這次插背包而已嘛 那我們就希望你不要想背包 好,我交給你了 抽喔 抽喔 那你該怎麼按 你按MAX 對,按MAX OK 開發 好,按確定 批量加速 批量加速 批量加速嗎 很順順的 好OK,然後按批量接收 OMBO換句怎麼抽籤 真的假的 超假的 欸這是... OMBO解的槍 好啦,那我們就無心SKIP流 好不好 就是SKIP掉吧 紫色很猛 紫色很猛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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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見我吃什麼 教父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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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天我降臨了 我早 太猛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為什麼只留16個都有抽 你前的去哪裡 因為 都被雲妹抽走 都被雲妹吃掉了 對,都被雲妹吃掉 那關於雲妹 我們大概還有一個故事可以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黑鷹 老婆破紀錄了 黑鷹是 我們唯一一次一體集 30抽之內全部抽起 太猛了 你之前抽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們之前在歐也差不多40抽50抽 可是問題是30抽就滿了 超級厲害 對啊 跟你說像我一樣全開發 對對 就是 無心流真的太OP了 然後我給你看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黑鷹 黑鷹有多帥 健康快樂每一天的隊長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他在沒有啟動前 改變好像拿兩個加入棒 對不對 哇 然後你看 其實我上次 抽到滿多滿厲害的 就是比如說像是雙齒醉 雙齒醉之類的背包之類 哇靠 這個的話我在想 要用哪個呢 不然算了 所以先用這個吧 好 然後再 你看 裝起來 欸不是這個是那個 雙齒醉的背包 剛剛抽到 你看哇好厲害喔 我們什麼都沒有裝喔 我們沒有任何的升級喔 他就已經 他就已經攻擊力就兩萬多了 欸我們是不是穿錯苦褲了 對我們穿錯苦褲了 這個才對 黑鷹機械組 那這個 熊罩是不是也穿錯了 黑鷹座艙 這個才對 好 我們把它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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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也很高欸 這樣子其實也非常高 我們在沒有任何情況的強化下 戰力裝起來這樣有兩萬多 其實算是高的 其實算是高的 那老婆你還啟動 再來自己啟動完之後 整個感覺就很不一樣 很帥 有沒有看到很像奇奇大戰 又要玩嗎 對很像奇奇大戰 好OK 哇超帥的 各位 我 再一次證明了 煞草五星流 這太猛了 好OK那 我們今天影片正式開始了 其實今天影片不是要拍報抽 今天影片是要來講 關於這一次的 限定角對話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知道說 現在有兩個一題計詞嗎 一個是 黑鷹另外是雲妹 就是這個 台服限定角的 有小腹肌的 對 有健康小腹肌的 這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它是這樣子的 它的一題計是 但是呢 角色它不是用 它的角色不是在這裡坑殺玩家的 官方感覺很佛心的就是 把這個角色放在今天這個最新的模式上面 對就是這個最新的模式 這個叫做協力任務 對協力任務 那協力任務就是一個 讓這個遊戲可以跟其他好朋友一起玩的一個模式 就是呢我們大家會共同去打一隻王 比如說像這個王他就打勾結 我們就大家共同去打勾結 那因為這個模式的王 傷害都很高 血量也很多 我們不可能一個人打贏 而且會有時間的限制 你一場可能打一分鐘 你每天你可以自己打兩次 然後去支援玩家三次 那我們現在就打打看 打一次 我們找一個人來支援 好 假設我們就找他 他在切上 沒有他就是開了一個房間 他沒有打完 所以我們要進去幫他尾刀 對我們就要進去幫他尾刀 那通常我們在打這個模式的時候 我都是不會Auto 我都會切成手動 然後切成就是主要輸出的角色 然後來幫他打 然後狗姐超 狗姐 狗姐超 不好打 但是狗姐其實不是最強的BOSS 有比他更變態的 有比他更變態 有比他更變態 喔~~狗姐跳了 跳躍 對然後我們 就這樣子 我們盡量的就是在別人的關卡中 製造大量的輸出 然後讓其他人可以更好的尾刀 這隻王 開大 狗姐開大噴狗姐 這是個神奇喔 現象 就是不一樣開大 你看畫面的大局有多帥 哇 像一閃這樣閃過去 有沒有覺得很霸氣 然後畫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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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太希拉沒有看到 大家就死掉了 被狗姐跳死了 哇~~ 好 貓咪在射的是誰啊 就是殭屍妹 工具人 好OK 一場平均支援的時間是一分鐘 那你 這就是你打出來的傷害比例 像我在這一場當中 我支援他 我打了25%的傷害 所以呢 我會獲得相對應的獎勵 就是這個 英勇之陣 英勇之陣是什麼呢 我大概要跟你講 老婆我大概要跟你講 10個精度 對 10個英勇之陣 就是兌換用的道具 好OK 我們現在打完之後 大家已經知道這個運作模式之後 我們把獎勵運軟打開來 嗯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輸出分子多少 25% 25% 10個嘛 好 所以呢我們區段落在中間 中間班 那上面7幾%的是大佬級嗎 喔對大佬級 比如說 就是像什麼海報啊 凡人 喔對對對 做單紋聯盟 做做大佬嗎 對對對就是那些大佬 所以你做中間喔 對對對 我嫩逼嘛 沒關係沒關係 我嫩逼嘛 我 我要養家喔 我嫩逼啦 好啦OK 就是 好我們剛剛 傷害區段大概20到50% 20到50%的傷害嘛 我們獲得10個 英勇之陣 那 一些玩家 可能戰力沒有我們 這麼高的 可能18 18 可能比20萬再更低的 他們可能只能製造出 10%到20%的傷害 那我們只能拿5個 那大佬級的可以 一天還是幾個 一天的話嘛 其實大佬級70%以上 會拿到幾個級 70%的話是20 50到70%是15 是15 所以你剛剛說 一個人一天自己打兩次 然後跟別人打三次 就五次嗎 對就五次 那所以大佬 大佬最多可以拿到100個 對 差不多一天的話100個 那如果他們很 那你才50個 對 然後我才50個 以我現在的水準的話 我才拿50個而已 你換那個要多少 對那 我們現在玩也沒有玩很 我們也沒有玩說 玩時間很短 我們也玩了大概三個月 裝戰衣從一月開服到現在 到四月五月了 我們也玩了三個月多了 我們有十八萬二十幾萬三十幾萬的戰力 是很正常的 可是喔 因為這一次的角色不一樣 這次是雲妹 就是這個角色 很多人因為這個角色陸坑 那新手玩家 新手玩家在一開始 進來他們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看喔 你看喔 我們站立在十八到三十萬的玩家 對你就假設我一次 然後你要玩什麼十五天嗎 對 七百五十個 所以我才七百五十個 對不對 好那還是我們玩三四個月的玩家 有可能會達成的 對那你剛進來的人 那剛進來的人 可能就十八一下 對十八一下 那你根本什麼鳥都拿不到 對 對 對 你什麼鳥都拿不到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不是說官方這個 官方其實這是個美意的 就是他希望說大家能夠藉由一起參與這個模式 然後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打到點數之後 我們可以免費換這隻角色 可是重點來了喔 4月29號4月30號 官方的伺服器有出爆 所以這次的更新沒有如期的上限 這次更新沒有如期的上限 所以其實大家少了一天的 推關時間 那雖然說他們公告說 5月13號不一定會結束 因為可能會試情況延長 但是但是但是 BUT 我們根本不可能 剛進來的玩家 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兩個禮拜 甚至三個禮拜之內 把自己的戰力水平 拉高到跟我們這種層次 根本就說拉高到跟海報他們一樣的層次 所以其實你再演兩個禮拜 結果還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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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這1200的門檻 其實是有點高的 嗯 所以 我個人認為說 官方如果有意要修改這個問題的話 要嘛就是第一個 我們開中級布局下 我們一定會有包地的這個 因為是這種數量 要嘛就是直接把1200的這個門檻下修 下修到100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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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500到800 500到800這個區間 欸 感覺就比較有 有點目標了嘛對不對 又或者是 就是 雲昧變成永久常駐限定 就是不會隨著期間下架 嗯 就是永遠擺在這邊 直到你達到目標之後 讓你換到他 讓你換到他 但是你可能換到他之後呢 因為一題機 一題機是有期限的 那就要看官方怎麼能處理 一題機的抽獎值的開放時間 所以喔 官方這樣子給你1200 他只想給大老拿到 你1700吧 哈哈哈 對 所以這就是個蠻不照顧新手的 甚至蠻不照顧中階段玩家的一個設計啦 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 對應該是 那為什麼我會提出這樣的質疑呢 是因為各位可以去回想一下 之前的活動齁 像米之塔 夏日回憶 臨界點 夏日回憶就算 因為夏日回憶太簡單了 我們不要講夏日回憶 我們講米之塔就好了 米之塔31層 那時候也有台灣的先進角度 我的壞掉妹 那米之塔31層就是 以一個新手玩家進去 你努力兩個禮拜 努力兩個禮拜 你戰力大概到七八萬左右 七八萬其實真的不難喔 七八萬 我們 靠七八萬跟練一些R卡 然後看一些大老的攻略 我們其實是推得動 米之塔31層的 而且我們也打得贏 那個官號 我們一樣可以拿到壞掉妹 我們一樣可以拿到 米之塔30 EX的壞掉妹 你只要在活動期間內 每天都有玩 然後每天都有把自己的角色 戰力練起來的話 你其實是拿得到的 那 靈界點的話 靈界點就不一樣了 靈界點最大的獎是什麼 CG CG 什麼叫CG 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圖 而且 你還要有這個角色 才可以開這個背景圖 所以呢 沒有拿到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至少靈界點的活動 你只要乖乖的 你只要乖乖的練 你可能 你只要乖乖的練 甚至用一些很平民的組合 甚至練一些黑馬 比如說像上次的雙子 你還是有機會 在活動結束之前 你還是可以透過 像是獎勵詞 甚至成就 拿到德沃利斯的一體機 你拿不到CG沒有關係 因為CG其實並不影響你的遊戲體驗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對 你覺得剛剛這個小戶機內 官方是不是 有設定 其實他並不是想讓萌新 不斷練不斷練 就應該拿到的角色 他可能是提供給中階 或是高階比較 比較已經厲害的玩家 對 萌新可能會有另外的獎勵方法 或是累積方法 他們該拿到的角色 對 可是官方並沒有 官方並沒有這樣做 他並沒有 但是我是說有一些潛規則 或是他心裡想的 我們不知道 對 可是這樣來講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這四個限定角色 台服有三隻限定角色 林墨娘 媽祖 壞掉妹 跟現在的女妹 對不對 林墨娘 墨娘的活動非常非常簡單 你甚至不用滿級 你就可以拿得到了 所以新手 所以前面三個角色 其實必須有這樣的形象 前面兩個角色 前面第一個角色就是墨娘 並沒有這個形象 就是大家都拿得到 大家都拿得到 壞掉妹 壞掉妹可能就有點難度 但是壞掉妹 至少在活動期間內 你們每天上線 每天努力的練你的隊伍 甚至搭配你的角色 你努力打 你也是有機會拿到的 而且 壞掉妹的那個 拿到那個關卡的難度 還有因為台服 為了照顧新手 所以有下修那個難度 所以呢 新手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期間 兩三個禮拜中 你努力的練你的隊伍 你還是拿得到壞掉妹 就是雲妹 雲妹就不一樣了 1200 1200 新手 打不到10%的新手 甚至勉強打不到10%的新手 你如果靠著每天這樣保底 甚至靠著箱子的不確定因素 你根本不可能在活動期間內累積到1200 去換到這個角色 他有沒有可能從別地方拿到那 沒有 拿不到 就是只能靠這個活動來換 來換這個角色 所以呢 我覺得官方應該要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這個1200的門檻太高了 就是連戰力20萬 30萬 40萬的玩家 都覺得 我要在活動期間內拿到這個角色 是有勢力的 是有勢力的 對就讓你看 就是說 好我們今天就不要講70% 每天拿20 對不對 我們就講 我們就講50% 50%到好 打完之後 造成他50% 拿15個 一天5次 一天5次 所以多少 75% 75% 對不對 那15天 這考了數學嗎 對 也是不到1000 1000出頭而已 你念經濟機 對啊 1050嘛 1050嘛 對不對 好OK 1050 那假設那個大佬飛到爆 他終極不可降都沒有開到英勇之陣 那他是不是也是 僅僅只是 勉強 打標1200的這個門檻而已 這就是官方應該要意識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限定角色 就是莫娘大家都可以拿 嗯 莫娘大家都可以拿 壞掉妹 你憑著努力 還有練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到 看攻略 打關卡 你還是有機會拿到 老公 我剛幻想到 你為什麼跟我說 750 乘以15天 會一直努力 你一定是1125 對不起我數學不好 你數學真的好爛喔 對不起我數學不好 我差點被你給唬了 被老婆 被老婆吐槽 What the hell 越想越奇怪 好啦OK 但是 其實你看我們要達到50%的傷害 也還是有點難度 為什麼 因為這遊戲的戰力 其實是不好提升的 你除了要練角色 抽 抽裝備之外 你還要去經營你的基地車設施 這些新手 剛剛陸坑 一兩個月的玩家 根本達不到 根本不可能 所以 那是不是代表 他們根本不可能換得到這些角色 那 問題下來了 他們陸坑 有很多人陸坑 是為了這隻角色來的 那 他們如果換不到 那他們會不會感到挫折 對 而且是極大的挫折嘛 對不對 如果是我就直接氣喊 喔 對 所以 你們看到就是 所以我是建議說 官方1200的門檻 要嘛 我剛剛提供那三種方式 要嘛 1200 下修1200 下修到1000以內 比如說500到800 是啊 我覺得砍三分幾億差不多 對 500到800 這樣子很合理 再來第二個就是 改 延長期限 改永久常駐 改永久常駐 這樣才有散一點 對 就是我們慢慢打 拿到1200之後 我們一定也換得到 對 好再來第三個 再來第三個 就是箱子 就是靠著開補給箱的 終極補給箱 靠著開終極補給箱 會保底英勇之陣的數量 嗯 會保底英勇之陣的箱 變相鼓勵大家 就是把箱子調的 對 有機會一點 對 調的就是說 只要開 對保底一定會拿英勇之陣 對 那這樣子 也是變相鼓勵大家 去玩這個活動嘛 是啊 那就這三個方向 我們就讓 給官方一點建議 讓官方去思考一下該怎麼做 好 因為 我覺得 今天如果只是大獎 假設今天我們 打一個很難的關卡 我們只拿CG 可能就拿背景 拿CG 那就我都覺得落不上大獎 因為至少不會影響到 你的遊戲體驗 那這是純粹看爽不爽的問題 可是問題 今天牽扯到的是角色 今天牽扯到的是角色 是一隻角色 而且你今天的 很重要 抽獎詞 你還是加倍這個角色的一體積 那你 你這樣做 你讓玩家拿不到角色 我了解老公 我常常抽不到角色 我知道那個切身指控 對 你拿不到角色 那你開一體積 有什麼用呢 不要哭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居然我連角色都拿不到了 那我幹嘛要花錢抽一體積 我幹嘛要花錢抽一體積 然後再加上 那你今天同期出來的這個角色 黑衣 弗萊威亞又不強 也沒有讓人家想課金 去抽這隻角色的慾望 抽這個角色的一體積的慾望 那這一波廠商 你們這樣子賺 你們覺得你們賺得到東西嗎 因為其實我直接 老實話 這一次的活動 大家更新 衝著就是羽媚這隻角色 台灣限定角色來的 你讓玩家拿這隻角色的難度過高 導致變相玩家不願意花錢 去抽一體積 然後你的連帶出來的角色 又沒有讓人家有想要抽的慾望 那這次活動官方你賺什麼 你賺什麼 對你賺什麼 OK 那就是以上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關於這次活動之後 我們得出來的一些結論 所以是希望說官方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能夠讓新手玩家 甚至剛入坑的玩家 留下好的印象 進而讓他們留下來玩這個遊戲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 因為 其實上次的伺服器爆炸的時候 已經有導致一連串的退坑草了 那我覺得說 1200的門檻是不是真的有點太不友善了 真的應該要修改一下 好OK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老婆跟人家說八道 掰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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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